大家好,我是郭子宏,我是來自桃園中立的中原大學的大學生 他是來自美國的泰勒,他在政治大學是碩士研究生 他是普利歐,他是政治大學的研究生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基本收入協會組織的成員 我們就是來自很多國際的朋友都有在推廣基本收入這個概念 那我們希望把他帶到台灣來,因為台灣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這次來麻祖也是希望來推廣這個基本收入的概念 然後希望麻祖可以讓當地的人知道這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談談他的可能性,所以來到麻祖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有健康的問題? 他就是去那種他不願意做的地方或是比較環境不好的地方工作 然後那個職業幣在你未來十年二十年之後 他就會付出很多的醫療成本的概念 收入他對於人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 他的正面跟負面有哪些? 那按照我分析的研究結果 他們發現你發這些這筆錢之後 有這個安全感 那人他們比較願意追求他們真正的夢想 就是他們真正想要做什麼 大家都以為你有這個安全感之後 會變得很懶惰,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沒有人想變懶 大家都要追求他們的夢想,對不對? 所以比如說在印度,他們辦一個師範 他們辦了之後,他們有更多公司 他們有更多那些投資 因為他們把這些錢投資於他們感興趣的東西 所以呢,我覺得在麻祖辦一個師範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促進經濟的多元化 我們認為,如果在麻祖辦一個基本輸入的師範 會對麻祖的經濟,它會成為比較多元化 這樣可以說嗎? 然後,我們也覺得如果在麻祖辦一個師範 會走向一個討論 就是在所有台灣的島可以開始討論這個議題 然後,開始討論我們的福利系統如何 然後,怎麼可以改善它 公益的,或是我辦住更多的人 這都是無條件基本的收入 它會安定一個人基本的開銷 安定民心所帶來的一個正面的能量 我們可以直接把所有人喝出 好看